妈妈其实很着急 你说你现在四年 都没怎么有正式的工作 是这样吗 对 那我们现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应该说可能就是 我可能也许比较倒霉吧 就是那头一个挨枪子了这样 你是那个杀鸡警猴的那个 对 对 对 是 偏见应该也有 但是他肯定他本身也有问题 我刚才听你妈妈说 说你其实在这个单位 有两个特别憎恨的人 其实 其实那可能只是 就说从情绪上来讲 你都恨哪个人呢 为什么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 就是我觉得当时 就是造成我不得不走的 两个相关的领导吧 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呀 我觉得他们不给我一个机会吧 自己不会处理关系 所以你心里会觉得挺不平衡的 其实倒不是说这个原因 主要还是说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如果一个种子在土里 没有蒙发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这种子是 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蒙发 那你把种子拿出来去看看 或者扔掉 这都有情可原 因为它确实没发芽 但是就是说当时我的状态 我已经明确地告诉我的领导了 我告诉他 我种子已经发芽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时间呢 你跟领导有关系 你提领导有关系 你说你自己 你自己有想法 你说你自己的资深的毛病 这就是我至今 我觉得可能解不开这个结 从感情上来讲 我觉得可能不能接受的 是一个原因